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转弯让三大营运商在港股通通翻红 截止收盘中国联通上涨8.5% 中国电信上涨3.35% 中国移动则是5.13% 原本说是要重新评估总统川普行政命令的试用性 但美鲁钦只花了18个小时 就让纽交所脑波变弱决定维持下市决定 那么对中国公司的打压行为 它对中国相关公司直接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但是它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形象 也将损害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 川普去年宣布含解放军背景的企业 通通不能跟美国进行证券交易 尽管部门原本打算无事 但川普坐镇的看守政府安静的没那么快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 此外早被中国金管机构盯上蚂蚁集团底下的支付宝 以及微信支付 5号还被川普加码进攻 禁止这两大中国虚拟货币大腕再美交易 勾言残喘平打中国 但执政四年的保护主义 终究迫使中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定 让拜登政府潜在国际威胁越来越明显 川普将中国企业就怕最后沦为美国的欺商权 三菱新闻等我报道